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第三節 新淫透視 到肉了 其實剛才都很到肉的 反高鐵 到五區公投 都不是罵完那些人 你還想罵嗎 罵了兩次 還想罵誰 李兆光罵 他回那間教會 我知道 警察 大家去阿佳佬佳神教會 神教會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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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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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由於制度不公義 五區公投是否可以做到少許事 反高鐵這次有很多人上街 對於將會來的下一波政治運動 五區公投 會否刺激到 多些人去關注 我相信這次的事件之後 蔡元川反高鐵這件事件 是令到更多人反思現時的政治制度不公義 包括他主持得多公正無私的會議 他在一個公正無私的主持或主席下 在一個不公義的制度裏面 就算多公義都好 都是不公義的 都是免得很欠缺很多東西 都不完全的公義 所以蔡元川反高鐵你多公正都好 多讚賞你都好 其實你在一個不公義的地方 你只是在那些制度裏做都很公義 你每人30秒 不要多說 你民建聯你不要多說 每人3分鐘 3分鐘 我都會做 Ferity經常做 Ferity經常說 還有1分鐘 還有1分鐘 即是做那些 你不要說錯話 你不要說黑社會 即是那種 你再次趕你出去 即是這些 這些是很表層的 所謂公正 都是公正 因為大家開始 民主派 搞了這麼久 要小爆工人組別 很多時候都有一種障礙 那些人 但這次一個高鐵事件 這個蔡元川時間 令人覺得 咦 原來有這個 黃耳環 令人真的了解到這個政治制度 多麼需要普選 以及 即是這個 未來的發展 新民主運動 要有公投的討論 所以那套力 是否應該拘捕大家 除了繼續去 我聽朱雅迪他們說 整個運動 不單止在立法會 現在不是完結了 不是完結了 去大角咀 去橡山村 沒錯 去蔡元川 去華京山莊 去這些地方 那時候 除了做這些事情 亦是拘捕地區市民的參與 在五區公投裡 都有一套力去拘捕它 是的 但是我想這次不去公投 最多謝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港澳辦 是 為什麼呢 前幾天 定性了做什麼 定性了這個是 公投 是他定性的 是 香港政府不斷都說 不是公投 但是中央政府說是公投 那就是吹他不將 是的 不過就 將這個 變相公投的事件 是邪惡化了 邪惡了 公投 中國大陸 你比較熟 共產黨對於公投這兩個字 應該是很敏感的 極度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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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將那個 所謂的議政的權利 或者是一個決策的權利 交給人民 直接這樣交的時候 共產黨是很害怕的 所以他為什麼今次看到公投呢 是對共產黨 是刺激起他這件事 因為公投的確是一個運動 一個群眾的運動 是全民的運動 所以共產黨一直以來 最害怕就是這些組織和群眾的運動 的發揮 是 是 一聚集 所以我真是對不起 各位民主黨的朋友 對不起 我這裏講過 民主黨是愚蠢了 你反對公投 你這就是 因為其實你看共產黨的反應 知道原來公投是多麼有意義 對共產黨來的 就說出來都爽了 你一說公投 那他們就很害怕 你看多開心 公投 是很害怕的 已經好玩了 即是 三嫂 就是 三嫂 我這樣說 你一說公投 對於民主 對於共產黨來說 就是一個禁忌 對於民主黨 也很好 他現在喜歡做一些 比較溫柔的事情 對 討論一下 大家討論一下 對 又討論一下 就像蔡子強 有討論一下 他討論什麼 就是在大陸 又討論一下 又討論一下 你跟他的團隊 是沒得對的 不如有討論一下 蔡子強回到大陸 是 光顧劉錫言那一家 這樣子 你看到現在的公投對中國共產黨來說是非常緊張 因為他一直以來最怕是香港挑選另一種群眾運動 因為他已經消化了過往所謂民主派那種抗爭 對不起,是抗議而已,沒有抗爭 是示威這種行動 已經慣上了,我就又來綁一下黃絲帶 好,拜拜,人物一星來 一起燒東西 燒什麼?燒什麼? 很久了,九七前說燒車輪的時候 鄭家庫和劉慧卿我記得 越來越不夠不激 可能他們就是給那種我們要理性一點 好像現在反高鐵說的 我們要很珍惜這種和平、理性 他給那種東西吃了入爐 而他思考當那個理性和和平 原來已經是假扮暴力的時候 他又沒有這種反思和自我批判 所以公投呢,這次無論贏輸 大家其實很有心理準備 五席裏面可能都要輸一至兩席 最少 甚至悲觀上來三席都似 但這個意義已經不是說直數 而是告訴別人 現在世界有兩個字叫公投 新的民主運動、遲迴向的發展就是 香港有沒有公投法 甚至推給我們中國同胞裏面 是應該有公投法 中國內地的人看到 原來可以這樣嗎? 我們都要玩 搞到共產黨有得震無一份 長江三峽有多少爭議 為什麼不可以一起公投 鐵路夠高鐵搞那麼多 你又來了 高鐵 除了五條米尖腰還有高鐵 你今天有很多的東西 我喝到你的威士忌 有點溫溫的 真的有效 這個威士忌 真的有效 做了威士忌 我喝到一口 這樣就不行 講到語無論事 繼續 膠鐵 最多說是膠鐵 即是膠膠鐵 高鐵這件事 這麼大的爭議 就是公投 是啊 我只想成了兩件事 除了五條公投 還可以高鐵公投 可以很簡單 當然 朱凱迪也有說過 其中一件事 不是朱凱迪說的 但是很多人說 就是叫他 其實為什麼高鐵不可以公投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是侵佔著 即是公投 不可以侵犯別人的人權和權利 即是他住在那裏 你不可以決定 蔡玄村 高春香住不住蔡玄村 就不可以公投 是啊 即是講明了 我們的公投的意思 就不是決定高春香住在那裏 是決定我們起不起高鐵 以及起了什麼損子 在一個不侵犯人權底下 這種的議案去投 是的 所以公投也都有它的規限 所以有公投法 或者是公投不可以侵佔別人的人權 等等的東西 即是也都有它的規限在裏面 是的 但是公投最大的意思就是 其實從西方的政治來講 這件事是一個對共產黨最有利的 就是社博 為什麼呢 就是談不妥數呢 公投 公投是拿來做什麼呢 公投就是讓一些政治人物 如果大家不想爭 或者大家很拘捕 又不想失選票 就把問題拋回給人民 你自己決定 吃屎吃粥 你自己決定 政治領袖的那種感召 就低一點 是的 因為他決定不了 或者怕乃士 最好就是把問題 大家說 大家負責 不關事 在哪個旅行 你們說 就不會說 當然去澳門 澳門又有旅溝 又有得到錢 是不是爽 又有演唱會 就沒有了這些 沒有了 就說 大家就去 是的 即是把球射了 其實對共產黨本來是好的 但是他很怕公投公投 不知道投到哪裡 投到共產黨 投到哪 但是劉乃強不是說過 十三億人民一起公投 香港有沒有民主普選 我贊成 那就好 試一下 劉乃強說 說得好 說得好 十三民一起決定 香港有沒有普選 我贊成 接著以後 任何一個公投 任何人都是十三億人民決定 沒錯 我覺得最好的一件事 有什麼問題 怕不怕 不怕 下一節回來 少一下譚慧珠這些 少一節 少一節 好 譚慧珠 ha ta